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指跌稳稳的关键节目 洛世豪两个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打成的重要故事 进一步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这符合中美双国关系 也是国地社会普遍的期待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逆越的一线 也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灵感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台独与台海和平随伙不如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支持台独注定失败 美方如果真的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刻上一个中国原子和中美三个两公报 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败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我们致力于劝合诉谈推动危机的政治节日 我们没有向中处方提供武器 严格管控军民两用务下 然而美方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理解释 向中国爽锅推走 我们对此理所当然的坚决反论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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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